第二輪資格賽請準備 第一個提示請看五秒 游鴻鳴幹嘛說我兄弟呢 游鴻鳴快智人口的歌曲這麼多 跟他相關的人事無有是什麼 第二個提示再看十秒 飲品 跟游鴻鳴有 拜託那要知道他的歌 在起碼到四十歲 三十五歲以上 才知道 現場超過三十五歲 沒幾個啊 答案是不是三個字 對 跟他的歌曲有關 郭叔 郭瑤瑤 好了 看到有了... 有了 知道了 是妳 來 說 你笑容這麼甜美 我都想喝了 答案是孟婆湯 答對沒有 恭喜答對 謝謝 謝謝 OK 現在進行郭瑤瑤的 九龍格攻略賽 請就位 郭叔瑤 恭喜 松山功能電機科夜間部 當時要貼補家用的 對 所以白天要上班打工 白天就上班 然後晚上就上課這樣子 多好的一個孩子 對 我們基本上之前那個電影 沒有合作到 有點可惜 志氣 對 那時候有聽到 我們還要演那個教練 對 時間 時間都很可惜 你要演那個教練 好 太出了 太出了 你別鬧了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對你那麼沒有耐心 我很抱歉 我會再改變 我一定會改變 好 我會再改變 我會再改變 好 好 郭叔瑤 終於第一次來 對 四分鐘準備答題 好 希望你至少能夠帶個禮物回家 好 請公布 屬於他的九格攻略賽提醒 看清楚 量身打造的有 最早媽祖廟 你拍戲的場景就是媽祖廟 對 哈尼 戀人暱稱 說的是你的第二張專輯 最暢銷遊戲 你主持過類似的遊戲節目 對 走路祝壽 聽說你會提 你用捷運上下接駁 對 交通 但是都會提早下車 然後走到目的地 是 斷食小常事 是目前正在做的 清斷食 也很流行 中藥最喜歡 你常用中藥來調理 尤其在拍戲的時候 狗睡姿看個性 說的是你養了兩隻 養雞狗狗 神經兮兮的狗 對不對 泳裝游泳骨灼的講的是 你喜歡收集泳裝 對 收集泳裝 所以游泳游得很好 不好 我們從哪裡開始 遊戲好了 對 畢竟我是靠這個 先出來的 四分鐘準備倒數 起 注定 知名遊戲網站 一百零八年四月公佈了 史上十款最創銷的電子遊戲 哪一款是最暢銷的 A 俄羅斯方塊 B 超級瑪利歐兄弟 C 俠道列車手 B A 好難 什麼 A A啊 俄羅斯方塊 嗯 聽說的 妳可以說清楚才是 A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A 俄羅斯方塊 這是標準的概念 可以這樣 好 懂了沒有 沒問題 OK 很好 再錯就答案 壓力好大喔 俄羅斯方塊解釋一下 這遊戲已經幾十年了 還在遊行啊 最早是俄羅斯方塊啊 然後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有人在玩 那我覺得應該就是他 因為 對 瑪利兄弟 也是滿喜歡 小到列車手是最新的 我也還滿喜歡 但是 妳都玩過 都玩過啊 請揭曉 最暢銷的 是俄羅斯方塊 恭喜答對 來 第二題 選一個 斷食小腸食 斷食小腸食 請注定 有下列哪種疾病的人 切勿輕易嘗試 間歇性斷食 A 胃潰瘍 B 糖尿病 C 心臟病 糖尿病 B 糖尿病 B 糖尿病 我的答案是 差點就被打了 為什麼不是胃潰瘍 間歇性斷食 因為我自己的了解啊 就是生酮 那時候是說糖尿病的 是適合糖尿病的 可是間歇性 好 我想一下 妳整理一下 人家講什麼 妳整理一下 對 我想 就是反正就是 不能讓血糖快速這樣子 因為糖尿病是跟血糖有關的 然後間歇性斷食 它控制血糖的穩定度 對 你要控制血糖穩定度 但你控制不好 那糖尿病是滿危險的 所以 所以我選B糖尿病 跟血糖有關的比較好 間歇性斷食有很多種 妳現在聽說也在進行這些 對 我最近滿喜歡斷食的 就是可以讓身體 有充製的機會 妳做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 我有做可能七天斷食的 然後也有單天單天的 然後現在 七天 其實人可以很久不吃東西 是OK的 受得了的 但是是有方法要跟著醫生做 我是有去上課的 不是隨便 就是在家就什麼都不吃 七天 人都回來了 七天 就是有跟著醫生的方式 然後做七天 然後其實一定要有醫生 我們是有經過醫生的 就是 醫生的指示 指示規劃來說 但不是隨便每個人都可以做 真的有醫生的指示 我平常在拍一些什麼 歡迎你們來找我 對啊 你那瘦子跟猴子 你不需要借些是斷食 對 你對168的看法怎麼樣 168 172 妳有172 我也有耶 蛤 斷食法 台面上是172 168 哪有172的 台面上是172 沒有 他說時間 168 16可以 16個小時幾次 不是斷食法 他在講三八 你是講什麼 對啊 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個 真的很敏感 我現在等於你說槓子頭 那我自己也有嘗試 就是168 然後我那時候 本來我的體脂是29 然後我健鮮斷食了兩個 因為我體脂掉到21 這當中其實我沒有很規律的運動 我只是控制我的飲食而已 結果我體脂掉超多的 沒有172 好 那我就安心了 你再不知道我們在聊什麼 你就要先走了 好不好 我們聊個這麼精采的一個計畫 還給我聊他身頭一機會 好 我一下子想說 剛剛講到什麼 我以為這個更... 對啊 還有開處方間 我開個處方間給你們 你還開處方間 糖尿病請揭曉 恭喜 這個厲害 好 現在很流行間歇性斷食 也就是所謂的五二斷食 在一個禮拜七天當中 有五天你都是正常吃 但是有兩天你要特別吃少 而且女生大概一天控制在五百大卡左右 男生一天六百大卡 那在這兩天當中 不能夠連著這樣子吃很少兩天 一定要故意分開一個幾天 再這樣子少吃 那在少吃的當中 就是因為可能對糖尿病人來說 他們一直要把血糖 維持在一個很穩定的素質裡頭 所以可能就會造成他們血糖過低 造成一些永久性的傷害 所以就不適合 來進行間歇性斷食 一般的民眾 間歇性斷食的時候 一定也要特別注意 要補充多一點蛋白質 還有多一點水分跟蔬果 才不會容易便秘喔 一萬在巷子口了 我選 中藥最喜歡 中藥最喜歡 請出題 中藥肝草被美國列為是 一級抗癌食材 也對哪一個人體器官 有特殊益處 A 肝臟 B 腎臟 C 心臟 A 肝臟 請出題 為何 抗癌 因為心臟不會有癌症啊 然後講到抗癌 所以我是這樣選的啦 因為心臟是人體 唯一不會有癌症的地方法 是吧 我記得 很像是 心臟好像是不會的 所以我就腎臟 腎臟也不會咩 腎臟會 腎臟會發炎咩 如果既然它可以抗癌的話 那就是應該它可以護肝 所以它可以抗癌吧 我不知道 我亂講的 護腎 護腎抗癌 你在說夢話的啊 他時常會挑進去 你就覺得 好啦 我這是A為了 還是A 不是我們有在錄影 OK 可以跟我互動嗎 好 肝臟 快要介紹一萬 智慧幾乎 請 厲害 厲害 好 甘草呢 在西方我們都是甘草根 那它其實基本上呢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抗癌盛品 因為它裡頭有一些黃銅類的成分 再加上呢 它有一些多糖體 所以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排毒抗發炎 所以像是肝臟發炎的狀況呢 在吃甘草的時候 也都能夠做一個緩解 而且呢 甘草啊 它的甜度成分 是蔗糖的五十倍 也是一般市售砂糖的 五十到八十倍之多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讓自己更健康 排毒 抗消炎的話 可以去超市買一些甘草粉 來替代砂糖 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第四題 狗睡姿看個性 來 看個性 看什麼呢 請注定 根據國外調查發現 喜歡哪一種睡姿的狗個性 比較中心 A 四角朝天 B 爬睡 C 側睡 比較中心的睡姿是什麼 C 側睡 請鎖定 妳稍微思考了一下下而已 四角朝天是 我知道狗很有安全感 就是四角朝天 安全感 對 側睡比較中心是什麼 怎麼解釋 側睡感覺它好像比較 可以立馬起身或那種 感覺比較有觀察性 牠最... 就是說牠的行動會比較好 可能 感覺是 因為趴的要起來 好像比較難起來 趴的要起來 趴的要起來 有什麼難起來 很快啊 趴的快 側的話 沒有啊 人... 趴的起來快 跟人側睡起來 哪個比較快 側睡起來比較快吧 對 對啊 側睡 真的怪怪 刚才我一度觉得 我好像是在警犬训练中 我另外就想要撤睡 认为他答对了举手 没有啊 觉得应该是趴睡 我也选趴睡 狗趴睡他们才有办法 马上再站起来 机动性比较好 他们认为趴睡的吃 机动性比较好 他是用人来挟 有的特睡 因为人是两只脚 狗是四只脚 所以他们的起来 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好像也在警犬 是什么 大概要在警犬 认为是趴睡的举手 因为我家狗狗都趴睡 全部趴睡 大家没有人支持 没关系 请 鸡手 什么睡姿的狗 是最中心的 狗小队 厉害 好 这是国外的网站 LITTLE SINGS 他们针对狗狗的睡姿 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发现这侧睡的狗狗 通常他是一个 比较有安全感的狗狗 因为他侧睡的时候 他的整个腹部是露出来的 代表他对于这整个环境 是相当的舒适 而且有信任感 所以通常这样的狗狗 对于主人都是忠心耿耿 那趴睡的狗狗呢 其实趴睡这个姿势 对于狗狗来说 他的肌肉是比较紧绷的 他没有办法放松下来 所以这种狗狗 他们的睡觉的时候 还是一个比较警戒的状态 通常他的个性是比较胆小 比较害羞 内向一些 而自角朝天的狗狗 不用说了 就是这种睡姿 感觉很偏冰嘛 代表他的这个 整个人的性格呢 就是比较大辣辣的 然后比较出线条一些 还不错 来 第五题请选择 你通常男朋友 都会叫他Honey吗 都会一些奇怪的绰号 奇怪的绰号 就是跟大家称的 那个一般的昵称 无关就是跟他的名字 可能有关系 比如说晶晶 我想一下 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距离了 我私下告诉你 我私下在台面上说 我私下要跟你说 好 恋人 昵称 请注定 英文中会用蜂蜜Honey 来称呼恋人 那请问法文中会用什么东西 来昵称恋人呢 A 卷心菜 B 猪蜜发 C 杏仁饼 Honey 这个好难喔 法文用什么来昵称恋人 我猜个 2分30秒 B 猪蜜发 什么东西 B 猪蜜发 请准力 猪蜜发 我乱猜的啦 Honey 我说真的 我也猜他 不是啊 他在里面最突兀 只有他是动物 其他两个不是动物 我乱讲的 我乱讲话 注意吧 猜对了吗 来 正确答案是 卷心菜 要告诉大家 在世界各地呢 每一个国家对于自己恋人的称呼 好像都不太一样 有些听起来好像还有一些怪怪的 那么在美国我们会说 Honey 在法文说卷心菜 在阿拉伯呢 称呼自己喜欢的恋人 居然会说 我的黄瓜 知道为什么 然后呢 惟叶娜呢 他们在称呼自己恋人的时候 会说我亲爱的小蝸牛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称呼 你现在得到一根小谷 各位有给他当纪念 来 送给大家 恭喜有得到的是 野兽国This Stage 迪士尼公仔系列组 就是以精细的工法 与壮业的上色技巧 呈现了各部经典动画 与电影当中 令粉丝难以遗忘的场景 迪士尼动画系列丰富的场景设定 可以让人不由自主地 想要收藏全套哦 希望你喜欢 待一回合的试试表赛 准备 第三位 应该是最后一位 来咯 好 好 第一个提示 请看五秒 负离子 太快了吧 你不能再跟一个男生这样讲话 我跟他讲 敏感 负离子 你的答案是 空气清净机 空气清净机 五个字嘛 对不对 答对没有 一代萧雄离开了我们 那么急 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可惊的对手 十秒 感谢 第二提示 再看十秒 郭书瑤 吹风鸡 他的确吹风鸡是有烘干的效果 吹风鸡答对没有 答对了 吹风鸡 然后加一点洋芋片 比三扇子 因为要吹出来是热服 对 加点洋芋片进去 很快 洋芋片有理由啊 当活种 活种有多多点还很慢 好 进行郭书瑤的结婚歌 攻略赛 起就位 谢谢 郭书瑤同学 是 松山工农电机科 叶尖部 拍的戏不计其数 其实我们很可惜 都没有 没有一块搭配骨 对吧 我会一直演戏等到遇到你 我也会 一直主持到你一起 跟我大当主持 好不好 加油了今天 好 只有三分钟会很紧的 很紧张 OK 蛮紧张的 看看你人生的第二套 量分打造的题目 会长什么样 来 请看 第一题 小夫妻求复合 这个是在这次 未来妈妈里面的一个桥段 没错 它从吵架到复合的桥段 对 精油要慎血 它是个抑水肿的体质 所以你会搭配精油按摩 然后舒缓你的腿肤循环 是 帅哥看几眼 外貌协会的 所以就是喜欢看长得帅人 吃尽荷尔蒙 为了细 这个细就研究了很多荷尔蒙 相关问题 发现蜜怎么说 这最近开始喜欢研究 各种蜂蜜去搭配食物 搭配起司之类的 对 潜水保持体温 她喜欢潜水 有一个跟刘炳言已经约了 要到小刘球去看海龟 对 国际小孩日也喜欢孩子 妇科问题有兆头 最近子宫肌瘤 想一个人开刀 一个人去接受开刀 可是法规不允许 对 不行 一定要有家属开刀 我们从哪边开始 至少三题 好不好 我先选帅哥 看帅哥在你心目中 帅的条件大概长什么样 像之前那个 那个什么名那样的还是 之前谁 个人高那小天 我喜欢高的 我喜欢身高高的男生 对于那个胸部下 就臀部的这个线条 直的这种 OK吗 我没有设定那么多 我通常都只看脸啦 我很少会有机会看到其他地方 先你出题 都有可能啊 我的答案选B 增强记忆力 去索利 看了帅哥美女 怦然心动的人会有活血的效果 降低中风风险不觉得很棒吗 蛮合理的 你觉得很合理吗 对 很合理啊 对吧 对 小鹿乱撞的这种有没有 有 不用命动 这个心跳就超过130了 对 不通不通 减少抑郁侵扰 你开始对一个人会有所想望 会有一种期待 人就会开始 一只会有粉红泡泡 就不会有抑郁症的问题了 对 合理 所以选增加记忆力干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记忆力变差 然后就是因为可能我最近看的 帅哥比较少 我帅哥看多的时候 记忆力比较强 所以我选B 前面A跟C比较合理啊 A跟C太合理了 我最近就看太少帅哥 所以我最近记忆力很差 然后你这样看着诚哥的意思 我要选 不要给他压力 压力好大 看什么东西 看我这个范围 我就瞄到了 谢谢 谢谢 好 根据美国这项研究的发现 当我们在看帅哥美女的时候呢 除了可以进化你的眼球之外呢 还可以增加记忆力 因为当我们看到高颜值的人 这个时候你的内心 就会产生一种目标感 你会把这个人设成一个目标 会更想看他 更想吸引他的助力 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情绪就会更集中 更焦点在这个事情上面 所以就可以非常短暂的 增加你的记忆力 因此他们也发现喔 像是女生呢 如果你常常在看了喜欢的 对象或觉得很好看的人的照片之后呢 可以增强记忆力 同时男生呢 在看了这样的美女的图片之后呢 可以增加工作效率 所以都是好处多多啦 加油 第二个 精油要试选好了 我记住你 根据专家说法 请问哪一种是常见的造假精油 市面上已经有快十年 是找不到优良品质 多数是混杂或含香精的成分 A 大西洋雪松 B花梨木 B 印度檀香 我的答案是B 花梨木 请说令 你为什么可以不假思索啊 因为大西洋雪松跟印度檀香 是我家有的 而且我闻过天然的味道是什么 但花梨木没有 没有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非常非常难找 然后它真的就是非常难缠 才会没有这个东西 才会用混的 不假思索的结果是不是对的 请介绍 真的答对耶 好棒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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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对花梨木精油 依旧是趋结弱物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有非常强烈的 可以帮忙抗发炎 还有助棉的效果 所以这是相当多人在使用精油 都希望可以有的功效 所以很多人只要看到花梨木精油 就会去购买 但事实上多半它都是用 方张木 然后去竹调里头的黄张素呢 伪造成花梨木精油 可以有类似的功效 但它真的不是花梨木 再来三点 想夫妻求复合好了 男女之间吵架 绝对是一个彼此感情 修正或者是找到加温的最好的方法 吵架是沟通的一种 不是吵架都一定只可以帮忙沟通 就是要有效率 然后要吵重点 不要都 吵架还要有效率啊 要有效率 要有重点 我有听过那个 生气超过七分钟 就是假的生气了 就是你生气只会生气 七分钟 有人冷战七天的耶 那就 就是那就不是真的在那个情绪里了 那就真的讨厌你了 有的可能是赌气啊 不是生气啊 小不羁求复合 切以助力 我的答案是 我以为是天蝎座这种敢爱敢恨的人 他走了就走了耶 可是天蝎座我身边有朋友 他心很软 耳根子很软 我那时候也是在想天蝎座 后来为什么变成摩羯呢 摩羯难搞 摩羯 大家都会研究一点点星座吧 来 摩羯 认为他答对的举手 认为是天蝎座举手 我是天蝎 我也觉得是天蝎 天蝎两个 天蝎两个 摩羯两个 你是牡羊喔 我是爽子 我说你猜牡羊吗 你很关心你的星座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觉得是你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太好笑了 你该不会认为我要跟你合八字 对啊 没有 来 切 切 绣 怎么会 本来就不认为 本来就不认为是天蝎 跟就爱复合几率几乎是零的星座 是牡羊座跟处女座 因为我们内心就觉得说 这段感情就已经是错误了 一类是我下定的决定 我就不会再回头 要复合的几率 几乎是天蝎夜谈 那哪些星座比较容易复合呢 像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摩羯座 大家会觉得它看起来很严肃 但事实上摩羯座的心理 很重感情 所以常常还是会因为旧情 舍不得放不下 还是跟对方复合了 对不起摩羯座的朋友们 第二位的四个赛 联想题 请准备看第一个提示 五秒钟 萧敬彤 你想到什么 跟他相关的人事物 开始 现在开始聚精会神地想想 萧敬彤这个人 第二个提示 再一个十秒 杜梦博 他们两个共同点 宇森 什么 宇森 对 宇森 是 答对了没有 我们就是你这一次演的角色 是 吴孟博暗示他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我在想会不会有其他的陷阱 NO 来 郭书瑤第三次上台了 欢迎 郭书瑤同学 收藏中农店积科币耶 太妙了 从骑马不让人家睡 有没有 到现在对不对 对 骑马机可以骑到金马 就我了 从骑得起来 骑到金马 对 就是第五十届的金马奖 最佳新演员 对不对 过气了 过气了 还有什么过不过气 没有 好聪明的郭书瑤 没有没有 请公布他的第三道题目 来 好 我们一样至少三题 你的历史记录是五题 那就选跟那个无神有关的 我相信 情绪很无神 情绪很无神 请出帝 社会学家阿神将不存在于 激疾念的负面情绪 称之为空洞情绪 请问最典型的情绪是什么 A 厌恶感 B 嫉妒感 C 无妄感 我的答案是C 无妄感 准备 无妄 对 会不会很合理 因为通常厌恶感跟嫉妒感 厌恶感跟嫉妒感 会有某一种的积极 你可能会想要报复 你可能会想要做任何 不太好的事情 但无妄应该就是 就是什么都不做 就是什么都不要 拜拜 再见 什么都没有 原来厌恶跟嫉妒 有分主动跟被动的感觉 对 因为你嫉妒 你会想要去做一些 可能不好的事情 对别人不好 或者让自己更好 对 或者让自己更好 就是比较有可能 不然那么多戏拿来的 对啊 有嫉妒 也有厌恶感 比较有戏嘛 合理 我被说服了 来 请介绍 第二题 郭叔要加油喔 配队好了 谢谢 对啊 你要找这么高的 那你有什么 你又不想去找 所谓的球员 你可要帮我吗 如果你需要的话 不需要 你要他帮你 我蛮需要帮忙的耶 我真的已经很久 凤某某他哥哥 三个哥哥 全部都超过一百八 但他们都结婚了 对啊 你现在好难遇到喔 请 出席 根据交友软体统计 过半数的女性 在查看交友照片 许第一眼会先看哪边 A 眼睛 B 胸肌 C 最沉 C 我的答案是 B 胸肌 锁定 你是因为你喜欢看胸肌吗 我其实还好 那你为什么不学 只是以交友软体来讲的话 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些目的性的 对 因为我个人 什么目的呢 交友软体交一些好看的朋友啊 眼睛嘴唇不重要 眼睛嘴唇很容易看见啊 胸肌比较难见得到 如果你想要吸睛的话 可能就是要 身材嘛 不然你问问他嘛 有冰块鸡的 冰块鸡 你也觉得吗 女生喜欢胸肌 他说服我 我觉得要是胸肌 果木两指 果木两面 没有 因为我看过我朋友在玩 他们都滑很快 就是他们会点圈圈跟叉叉 所以他们就是滑很快的时候 第一眼可能 如果身材很好的话 他们可能会按圈圈 而且面积也大 所以长相无所谓 就是因为有些人不会po长相 但是你滑过去的时候 一看到身材很好 所以你也在这个软体上面找过 没有 我看朋友的 我没有玩过 来 答案一下 什么贵胸肌啊 面积大了 面积大了你比较容易看得到 疑问在巷子口啦 郭主妖 想吃 那就吃火锅 清楚你 对 吃火锅少不了俗称 怕不惨的铜蚝答配 请问铜蚝跟哪一种植物的血缘 是最相近的 A 皇宫菜 B 萝卜 C 红凤菜 我的答案是 C 红凤菜 锁定 这关系到一万元吃回新币对不对 因为铜蚝 一定跟萝卜没有关系 为什么 萝卜是根筋类的 皇宫菜 好像是不是皇宫菜 是不是有点黏黏的那种菜 对 有点点 然后 燙燙 对 然后铜蚝 我记得铜蚝是有点比较毛毛的 所以我就猜红凤菜 铜蚝毛毛的 好像有点微微毛毛的 对啊 微微毛毛的 铜蚝菜 请介绍 铜蚝跟哪一个植物的血缘最近 一万块 这题很难 来 第四题 加油 选个 送你干燥花好了 詹子晴也是你的好友 闺蜜 对 送你干燥花 她送我薰衣草等待爱情 但她送我干燥的 就是她说永远不会哭 所以她叫我等待爱情 干了表示没有生命迹象的意思 就叫我等一辈子啊 一直有等待的感觉其实也蛮好的 对 但就不期不待 就会有无望感了 不期不待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 好想被伤害耶 送你甘燥花赶快出题 甘燥花象征美好事物 停留在美好的时刻 请问关于甘燥花的最早起源 可以追溯至哪一个时期呢 A 文艺复兴时期 B 维多利亚时期 C 伊丽莎白时期 妳在猜对啊 妳在猜啊 不知道 A好了啦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太难猜了 對啊 太难了 我以为她可能会出现一些 跟花有关的 妳怎么会这样想 妳怎么那么单纯 妳怎么突然又变单纯了 妳看看 但妳脑子满脑子都想 都想被伤害的时候 妳就变单纯 妳就变傻了 我就恋爱脑啊 我是恋爱脑 我是恋爱脑 請追手 再猜对啊 該不会是维多利亚吧 真正答案是维多利亚时期 那么维多利亚时期是从1837年 一直到1901年 而这时候有重要的大事就是工业革命 所以它也带领了英国走向了世界之爹 那英国既然是日不落国 而且国力那么的强大 所以当然他们的宫廷里头 就非常重视这些比较奢华的装饰 所以干燥花就随之兴起了 后来也慢慢的从宫廷流向了民间 也传到了欧美的其他各地区 送我零件啊 好 我们要送给郭书瑶的 是Fuji Flim Insta 马上看SP 三手机映像机组合 输出映像只要13秒钟 具有800x800DOTS的高解析输出能力 可以表现出非常精细的节奏 引出清晰自然的照片喔 喜欢 全明星动略模范生招募中加入会员 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 在社会走跳总要有两个意志题目放口袋里面 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 不要再考虑了 按下订阅的频道 加上小铃铛 全明星动略赶快来订阅喔